大波齐皇朝密室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古人为什么管阿谀奉承叫做派马屁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话说在元朝时期呢 蒙古族的百姓在牵着马相遇时 常要拍拍对方马的屁股 目摸马镖 并且附带随口就夸上几句啊哈 好马 好马 以此是以博德马主人的欢心 但是说这个习俗在研习了很久之后呢 有的人他就不管对方的马是好是坏 是强是弱 都一味的只说奉承话 把那猎马也说成是好马了 后来逐渐的 人们就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了拍马屁 用于讽刺不顾客观实际 专门产为奉承讨好别人的行为 而拍马屁这一次呢 也渐渐的就变成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词 还有三种说法 一呢是说元代蒙古人有个习惯 两人牵马相遇 要在对方的马屁股上拍一下 表示尊敬 阿尔纳说的就是蒙古族好奇社 遇到猎性的马便拍拍马屁股 使马感到舒服 随即便是月身上马 纵马而去 第三呢就是说蒙古人爱马 如果马肥 两股必然隆起 所以见到骏马 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 可见拍马屁是一种风俗 并没任何的贬义之说 只不过后来呢 非人们给玩坏了 所以才有了贬义或者是讽刺的说法 那么对于这个事 您各位又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呢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